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要針對 爺家雪妃這種產區的咖啡豆來探討 如何把爺家沖得更香一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主題呢? 主要原因在於學長經營咖啡豆的生涯一陣子了嘛 對不對?其實發現很多人他們的入門豆都是爺家相關的豆子 比如說日曬爺家、水旗爺家 或是當然少許的蜜處理 然後最近很流行的燕養發酵都無所謂 但是爺家它清香、香氣複雜 然後有花香、水果、異於辨識的這些調性 很深受台灣咖啡玩家的喜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來探討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買了一隻爺家 如何讓它的香氣的表現更為顯著 你喝起來是不是就更過癮一點了呢? 當然這個沖法也適合用在其他的產區 中南美洲或者是亞洲豆 其實也是可以適用的 但是用在香氣顯著的爺家、西達摩子 這類型的非洲產區的時候 特別有意思 了解這個目的性以後 我們要了解一下我們今天使用的手法 其實有從兩個部分做下手 第二個部分就是悶蒸時間 我們會略微拉長 大概拉長10到15秒左右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悶蒸完之後 第一段給水會使用大水的中心注水法 這兩個部分的交叉組合 就可以讓你的爺家血肺喝起來特別的香 OK 好,那我們準備開始今天的咖啡充足攻略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濾杯呢 當然就是以香氣聞名的 哈利歐美人的濾杯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01 好,那豆子呢我們使用20克 那如果你有平刀的磨豆機的話呢 香氣呢會比鬼子再強一點點 但是鬼子一樣是可以使用的 好,使用20克 然後研磨度呢 比一般的研磨度稍微略出一點點 我平常用4 那我今天用4.5 好,那我們磨完豆了 那我們使用的研磨度呢 比一般平常使用的略微再出一點點 我平常使用的是4 今天用4.5 好 那我們使用B60濾杯 好,倒下去稍微壓一下 讓它服貼整個濾杯 好,倒粉 那水溫 我們今天使用92度的水溫 比平常使用的大約高一點點 那因為高一點的水溫呢 可以讓你的香氣的表現呢 也再更顯著一點點 所以需要建議大家可以比平常略高 你的香氣呢會更顯著一點 好,準備開始進行第一段的分針 好,悶蒸的水量一樣是40cc 好,開始 好,中間停留3秒 繞兩圈 回中間 好,40cc 我給到43 多一點點很正常對不對 然後悶蒸時間呢 一般常常都是30秒 但是呢 所以這次我們要為了讓香氣更為顯著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把整個燜蒸時間拉到45秒 這樣你香氣的凝聚就會效果會更好一點點 好 那悶蒸完以後呢 下一個階段非常非常重要 剛開始我們要把中間的 空氣大量的挖出來 給大水 好,然後給多少呢 給整整100cc 100cc 所以這部分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 第二階段呢 是決定我們香氣的一個很核心的關鍵 好,差不多45秒了 好,關鍵在這邊 好,中間給下去 看到了嗎 白色泡泡出來了嗎 出來了 大量的把白色泡泡挖出來 還沒有 還可以再挖一點 好 出來以後 這個時候呢 中間給大水 給大水 聽到水聲很大聲對不對 一口氣 給100cc 好 所以悶蒸 大概是40cc嘛 對不對 加上這一段 100cc給下去 所以大約呢 我現在呢 磅稱上面呢 是在150左右 好 打得它全部流完 全部流完 這一段就是你萃取香氣 很關鍵的一段 好 然後流完的時候 後面這一段呢 就正常給 繞圈圈好不好 中間給 分兩段 中間給 然後呢 給久一點點 我們的空氣都排出來的時候呢 再 環環往外繞 這段就是正常的V20衝法 給到 75cc 好 斷一次水 然後 等到全部流完的時候 再做第二次 這後面兩次斷水呢 其實就是做甜感 跟口感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是比較簡單的 反而是第一段的大水 一定不要太客氣 剛才那一段 空氣挖出來以後 一定不能太客氣 好 第三 最後一段 好 中間一樣浮起來 往外繞 給到300 好 收完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第一段的給水 一定要 空氣整個都被 挖出來以後 一口氣給打水 它的水 快速的穿過你的粉塵 這樣的香氣效果 就會特別的好了 OK 全部流完大概2分40秒 其實跟我們平常沖煮時間差不多 因為我們今天悶蒸時間 還多了15秒嘛 所以實際上呢 如果你換算成原本的話呢 大概是2分30秒左右 香氣的效果會相當的好 OK 好我們來試喝一下 然後我們也使用的是哈利歐的 這個 安斯杯 很可愛 遠遠就聞到很顯著的花香 我今天使用的是日曬野家 花香氣很集中 而且複雜度蠻高的 香氣跟果酸都表現得很顯著 然後中後段呢 它也有主要的甜感跟巴黎 因為其實我們有150cc 還是使用 粉水接觸時間比較長的手法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手法呢 前半段 那140cc會不會沒有味道 反而是這140cc呢 帶出很多的香氣跟酸質 那你整體喝起來呢 很有特色 後半段呢 用兩次斷水的方式 讓口感跟甜感也做出來 所以呢 如果你是做野家 或者是西達摩 這類非洲香氣系列特別顯著的豆子 用這個手法 可以讓你的沖煮技術再加分喔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 就到此結束 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是可以分享這個影片給你的朋友囉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